我才不哭 这倒不是我的错 那你难过什么 摔下去的不是你 毕竟是小孩子嘛 还骨折了 这几天只要一下课 哥就往医院跑 还住在医院 我都好几天没看见他 他肯定特别不开心 也是 整天面对这么个 厚脸皮的妈妈 和凡人情的妹妹 能开心才怪 所以还是我两位的 怪我 你以为秦本阳不摔骨折 他们外婆家女性三代 就不烦他了吗 好了 反正他们很快就回去了 我们的世界 就又能清醒了 你这样小心变成忘副使啊 你这样小心变成忘副使啊 来 快把饭热一下 哥 你回来啦 哥 累了吧 吃晚饭了吗 肯定饿坏了吧 锅里还有地瓜饭 还有半碗红烧肉 我跟你讲哦 今天的红烧肉炖得可好了 要不是我给你留了半碗 早就被小哥吃光了 我不饿 我上楼洗澡睡觉了 小炭化应该洗头了 哥 我没想到会这样 我没想到会这样 瞎想什么呢 我跟你是一边的 我又饿了 你不是给我留了红烧肉吗 走走走 吃红烧肉了 我可以陪你再吃一会儿 我可以陪你再吃一会儿 你再吃一会儿 早饭 刚刚跑去没有去吗 你不是爱吃吗 按照爸的话说 吃得要好的 打野精神来 这段时间呢 那凌霄天天晚上都到医院来 你说这孩子白天上学 晚上再回来陪床 你是当妈的倒是清闲了 那凌霄可是高三生了 我知道 您放心吧 凌霄学习没问题的 其实我也不想 但是你说 凌霄白天上一天的课 小炭化见不着他哥 晚上他要再见不着凌霄 他就又哭又闹的 我也没办法呀 你就惯着他吧 我看哪 这不在一块儿生活呀 那就是没有感情 救小橙子是你亲生的 您怎么说话呢 其实我这么做 不是听您的了吗 是您让我用小橙子 来缓解我跟凌霄之间的关系 我也没让你叫这个凌霄 晚上来陪床啊 你看看你儿子那黑眼圈 反正我做什么呢 都觉得不对 那你倒是做出个对的了 我看呀 那您炫耀您有钱女婿的时候呢 您说您坐着奔驰 说女婿给你钱的时候呢 您可觉得我一直都挺对的 你说除了这个 我还能夸点什么吧 人别人家的女儿 都能在身边侧护着 你呢一下架那么远 我要有个头疼脑热的 你除了寄点钱 还能干什么呢你 你妈我就缺那千八块钱呢 我这辈子 是想不着你什么福了 这今儿怎么才来呀 店里忙 来晚了 那 那 小橙子呢 他还在隔壁病房玩呢 其实你不用麻烦 每天都送饭 不进吃饭也挺方便的 方便是方便的 外边的东西能干净吗 对 不干净 我这真方便 再说这也送不了两天 是吧 哪天出院 明天 你就不用再送了 明儿就出院了 好好好 行 那你忙 我 我走了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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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好 我呢 下个月就要回新加坡了 这些钱 你别嫌少啊 不用不用 真真不用 不是这样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这么长时间 都没在林肖身边 多亏了你照顾他 林肖才会这么好 我一直想感谢你 但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所以我觉得 必须要做点什么 而且接下来的日子 还要给你添麻烦呢 是吧 你就收拾了 我说不不用 不用 我跟你说 我是打心眼里 把林肖当自己儿子养 你放心 没这个 我照样把他养得好好的 我走了 看见了吧 人家把咱们孩子 当自己的儿子养了 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 你说你离婚就离吧 那不要孩子呢 早晚得后悔 赶快叫小橙子回来吃饭 赶快叫小橙子回来吃饭 去呀 放架子回来啊 醒了 走吧 飞机在飞啦 要飞啦 乖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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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场家种哎 主持人 江桥 江桥 自尋爱 Realize Realize 可有着我心的一切 像微风般自然 Hull by your side Like a phrase A phrase with words to say 明白原来 那些不小的日子是爱 Realize Realize 就藏在琐碎的瞬间 缝隙里的温暖 Sometimes 一切 Like a phrase A phrase Base words to say 明白 原来 我比想象的还要习惯 Rea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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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深夜 我想吃辣椒 过两天 你把你那个总发言的牙齿给拔了 我给你买辣椒了 那我还是不吃 人生好无聊啊 哎 齐末月不是说来咱俩小孩吗 他期末考试考了第三 他妈说他退步了 给他报了个班 他妈说他在这儿吧 哎呀 哎呀 假期好无聊啊 哎呀 喂 你好 我是 你怕不是个骗子吧 去死吧 死骗子 什么骗子啊 说我目的要大赛获奖了 我什么时候去参加过比赛啊 现在骗人都不调查清楚 还来是不是 骂死你 我来接 我来接 喂他 喂 你好 对 李金言家 是不是 作品是我寄过去的 我是他哥哥 他本人不知道 谢谢你 好 好 好 对 你拿走 你说你的哥 你抱住轻点 快快快 看 怎么样 郑老师 就这样了啊 回来 五年大吉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看这歪歪捣捣了 真是 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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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咱们早点 小姐 接电话去 我刚才想问 喂 姐姐 姓您好呀 我刚准备打电话 给大伯母拜年了 好好好 大伯母 您好不 您好呀 您好吗 我不知道 爸 大伯母问我们初三 要不要回老家 来 你跟他说 你等一下啊 我爸来接 嫂子 过年好 是这样我们订的是初三 你赶紧给你外婆 打电话拜年 不然晚了她又要说你了 我打过来 还有你二姨 我也打过了 很好 到这儿见面聊 过年好 过年好 喂 月亮 新年好呀 你在哪里呀 普吉岛 太爽了 我从小到大就没出过省 下雨啊 冷不冷呀 普吉岛冷不冷 我没去过嘛 行行行 叫你去吃 好好好 跟小哥是吧 喂 什么事 行 谢谢啊 你也过年好 需要我给营香吗 行 好 再见 新年快乐 她说 新年快乐 刷都刷顺了 爸 我想要个手机 你要手机在哪儿吧 那你老师又不让戴学家去 那哥哥们都有了我也想要 我还没有 有 没有 你还埋着吗 你爸过节的别找孩子不高兴 林爸给你买 买最新款的 林爸 你是我亲爸呀 来 我进去呢 来 行 你就惯着她吧 那姑娘家家不就得惯着吗 只有这傻小子得操生操养呢 上下 过年好 打架 知道了 我马上过来 喝 这年也烦吃了 李家三连接打起来了 这一酒瓶子打出去重伤来 只不让人手不够 我得赶紧去一趟 是 你们先吃吃啊 我处理完了就回来 没事 给你留着 我去就来啊 准备吃过一顿安稳饭的 李先生快看 你的笑点来了 那是哥哥笑点 你真是这个 你真是高地的 你真是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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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学期呢 咱们班转开一位新同学 进来 好 咱们先让新同学做一下自我介绍 来 大家好 我叫唐灿 很高兴能和大家成为同学 去年我因为拍戏 所以降了一级 以后也可能会因为工作 耽误一些功课 希望大家能在学习上多多帮助我 谢谢大家 那个巧克力手高广告是不是你啊 对 我以后请大家吃 好 完蛋 你就坐在那个位置吧 咱们班长会 好 金明月 嗯 多照顾下新同学 好的 新学期呢已经开学了 都给我收收新 下周呢 咱们先进行一次摸底考试 就考假期作业的范围 都做好准备 好 你好 我叫齐明月 以后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 好 谢谢你 不客气 好 翻开课本 第三页 第一课 和堂悦色 好 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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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唐餐 你的 快点啊 走 唐餐的公交卡掉了 你还给他去 我可拿着金子会弄男吧 你还太着急了 太能跑 从小时候 至少 找了 丑 十二 我 二 以兜 重 你 咖啡 咖啡 香甜的牛奶外 是脆脆的巧克力果仁 你要尝尝吗 咖啡 好脆呀 今天你甜蜜了吗 记不记得 暑假老放的那个广告 记不记得 广告看过 但是拍广告的人 没注意 看过吗 我很少看电视 反正呢他这个人 他今天刚转到我们班 他刚来的时候吧 就像个环球小姐一样 结果一放学 就跑到学校外边去玩便装 特别假 他还坐厚呢 我以后该怎么办呀 你担心什么呀 是他被我们抓到小辫子了 该担心的人是他 话是这么说的 没事 我照着你啊 等一下啊 雪秋 把你们自己的面端出来 好 明月啊 这是给你的牛肉面 大家架好了啊 不够你在自己家 谢谢叔叔 就你了 谢谢叔叔 你来得匆忙 我就没给你做什么好吃的 下回去家里 我给你做好吃的 好 你给我 慢慢吃啊 谢谢叔叔 好 你们这是什么面啊 像做排骨面啊 别人无辅销售 因为只有我们三个喜欢吃 甜的你要不要尝尝 不不不 我喜欢辣的 都给你 真好我也想要有个哥哥 挑一个 送的免费 我才不要 为什么 你不是夸我 我小哥打蓝球特别帅吗 我哪有 你觉得我不帅吗 我 我也没这么说过 你说过 没有 跟你们女生说话真烦 绕绕绕绕续 听不懂 是你太笨 所以不疼 你懂 你经验丰富 从小到了你说过 超过一百句话的女孩 只有李健健吗 不 我是哥的全世界 不 不 不 我跟秦明月 没超过一百句了 还真是 你真厉害 能走进天性的世界 快 来 后面同学加油 快 马上到终点了 加油加油 手臂拔起来了 手臂拔大一点 快点冲刺了 加油 最后 不要坐 起来起来 起来起来 缓一下快点 快点起来起来 快点 起来起来 不要坐了 走走走走走 走一下走一下 缓一下缓一下 来 后面加油 你看那个 那个唐餐加入了一个月 四次不爬步你端了 你别指人家看见了 他瞪我 算了算了算了 算了 走 走了走了 你小哥打两球 那我们看你小哥打两球 走了走了 走 小哥 小哥 等一下 等一下 水 谢谢 不客气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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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子修 我 是我 我是你爸爸 我是你爸爸 神经病 你妈妈 你妈妈是不是叫贺梅 你妈妈是不是叫贺梅 赵华光 你妈妈跟你提到过我了 没 没跟她生活在一块儿 我知道 我爱活在的时候 你妈妈就扔下你一个人走了 还是拿着你养父的肩炮的 你妈这个人哪 嫌贫爱妇 当初跟我离婚也是嫌我穷 你到底来找我干吗 没事我走了 我是你爸爸 我知道 我是你爸爸 我爱活在的时候 天天骂你 所以你到底要干吗 我 我想见见你我干吗 你要是想见我找什么样 你见过了 我走了 你以后别来找我了行不行 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紫秋 当初你妈跟我离婚 如果不是你外婆来找我 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你 我当时太穷了 所有人都瞧不起我 我不是不想养你孩子 我是养不起你 我没得条件 如果我有钱的话 我能看着你 在别人屋檐下寄人篱下 孩子啊 我能想到 你太难了你呀 你有事吗 你没看错我现在过庭了 好了吗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跟你没关系 你别在那儿自我感动了 行吗 紫秋 你听我把话说完 你现在的养父 他只是个开面馆的 对吧 你这样下去 是不会有最好的教育的 你的未来就完蛋了 我来找你 并不是想让你认我 我没那个意思 但是我要对你的将来 负责任你知道吗 紫秋 我现在常去国外 我们一起出国 你去读 最好的名牌大学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 出国留学 你放开 紫秋 你为什么没有想过 是因为你没有条件 你现在有了条件 你就该仔细地 你有病吧你 紫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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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我们班来了一个女生 她加入了那个一个月 四四肚草肚女团 什么团 什么团 小哥 怎么在后面 来 来啊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今天不开心啊 考试考杂了呗 看不起谁呢 我摸顶考六百亿 我七百亿了 你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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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你好多少啊 像什么 别提了 希望事情不值得一提 来 大 我们回来了 什么日子 做这么多菜 高中生们回来了 二姨 二姨 二姨你怎么来了 我呀来城里 买点那个鸭药 就顺便给你们 送点那个商货 家里啊 晒了十几斤的赤果 你们不是学习累吗 补补脑子 谢谢二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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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下让一下 看什么东西 烟肚鲜 香吧 也是你二姨 我亲自在山里挖的笋 也没花什么钱 就是从山里挖了的 二姨 暑假想去你家玩 想去摘野果呢 去啊 让你哥呀 带着你去那个 找野兔子那窝 那好玩 好好好 那我们暑假就去啊 好好好 行 我们赶紧吃饭吧 饿死了 初秋啊 今儿你跟林霄睡去吧 太晚了 二姨就不走了 行 别呀 我睡沙发就行 别影响孩子们 不影响 没事 行 歇吧 吃吧 吃吧 吃饭 吃个虾 好 是 你爸 不是 是小橙子啦 那个烦人精 每天八百遍电话 夺命连环扣 真是家里有钱 才敢这么糟 喝烟糖 你喝 你喝 我能吃三碗吧 多吃一点 子秋 还没睡啊 我这不是马上高考了 我就拿几本书 上去复习去 也是啊 紧张过这几个月 考上大学就轻松了 行 那阿姨我上去了 你也早要睡啊 我想看晚 阿姨 我问你个事呗 什么事啊 你坐 怎么了 那个 你还记得赵华光吗 你怎么突然想起他了呀 我就是学校体检 问有没有家族遗传病 那我倒没听说 赵华光他爸爸呀 七十多岁了 还下地干活呢 我听说他现在可出息了 做生意赚了钱 出国了 人家现在都快成洋人了 他们老家呀 跟我们就隔一座山 特别穷 进他们村就一条小路 连车都开不进去 这听说前几年啊 他给他们村 又是副桥又是修路的 现在呀 连装菜的大卡车 都能开得进去 你说 之前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 现在有钱了 人生大善人了 那是挺有钱的 他能有什么本事呀 就是长得好看 被一个家里 特别有钱的小姑娘给看上了 人家家里是挖霉的 他就跟着岳父一家 做生意赚钱呗 但他没孩子吗 孩子 坏事做多了 绝活头了 反正我就记得以前 外婆总是骂他 可不是吗 你外婆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就说这个人花言巧语的 不是什么好东西 算了 反正啊 没听说过有什么遗传病 要不然 我回去再给你问问啊 不用不用 阿姨 我也就随便这么一问 行 那阿姨你赶紧休息吧 我真上去 来 早点睡吧 别看太晚 睡了吗 睡了吗 睡了 睡着还说话 要不你去地上睡 我不喜欢跟别人睡在一起 你来地上睡 我来床上睡 想睡宠儿还不会露下去 非要在我这里干什么 我不 我怕你们俩说我坏话 我们俩能说你什么坏话 反正 你们俩可不能有什么 男人之间的小秘密 我必须什么都知道 我们俩能有什么秘密 能不能够住你啊 那可不一定 小哥今天不高兴 还不是什么都没说 男孩子呀 长大了 你坏话 管不住喽 开始有自己的小心思了 开始有自己的小心思了 都开始瞒着自己媚媚了 神经病 晟 你看看 脑羞成误 说 到底怎么了 Cuando elesp nos tocco 他没怕谁来破坏你 谁会破坏 不知道 学习压力太大 会得被破坏妄想成 我这是思考人生行吗 你思考他干吗 他是能思考的吗 人生就是你越思考 越让你无法理解的东西 你还懂这一道理呢 什么你讲的 我上课的时候 思考人生思考出来的 那不思考怎么办 过呗 一天天地过 过了今天再过明天 吃饭睡觉为考试烦恼 那今天的烦恼过不了 还有明天的烦恼 只要人活着一天天地过 一天天地没完没了 还挺押韵啊 听你这么说 感觉人生没什么意思 就是没意思 人才要往有意思里活呀 小伙子遇到烦心事情呢 不要太为难自己 吃点好吃的 喝点好喝的 做点开心的事情 想不到我们家李欣欣的 噩脑袋也能享受 这么多人生道理 可喜可贺呀 怎么了 开始崇拜我了 你要是稍闯点祸 我就更崇拜你了 我怎么闯祸了 上周你们俩去我妈打游戏 差点被交到主人 抓的事情忘了 那算我倒霉 那你去不去了 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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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那家 换一家 李健健 子俊快要高考了 能老实点吗 行了 行了 我知道了 你烦死了 小哥睡了吗 睡了 别说话跟你睡 哥 我睡不着 数羊 一只羊 两只羊 三只 四只 五只羊 六只羊 七只羊 八只 九只 十只羊 小哥 怎么在后面 来 来啊 来啊 第三 第三 我妈又骂我了 我也比三 我倒数第三 我倒数第三了 我进步了 我跟你说 我成绩很稳定的 一直都是倒数第二 我看看谁比我差 好 他明显 你吃了 我快把他吃了 快把他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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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哭了 特别急了 倒数第三有什么好骄傲的 人家唐灿刚转学过来 根本不熟悉考试范围 你本质上还是倒数第二 再说 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三有区别吗 你说说有区别吗 有 什么 有 有 吕尖尖 黄老师 唐灿妈妈 你站在外面给我好好想想 有还是没有 唐灿妈妈 是因为唐灿学习成绩来的吧 一般刚转学过来啊 学习成绩都不会太理想 您不用太担心 不是的 黄老师 我是来给唐灿请假的 请假 对 有个广告呢找我们唐灿拍 周五我们就要去上海 下午开始拍摄 大概需要三个工作日 如果顺利的话 周二一早赶回来 下午我们就可以来学校上课了 这样 为了不耽误灿灿的学习呢 有个平面硬广 我们已经留到下周末两天了 这已经是尽量在协调了 你看 虽然艺术类院校文化课 分数要求不高 但是呢 平时也不能落下太多 是 这一点我们灿灿特别自律 只要导演一喊咖 她就在旁边学习 从来不贪玩 行 唐灿加油 加油 以后说不定老师啊 只能在电视里看到你了 那个广告好多人拍 可能都没有单独的镜头 没意思 而且我考到手机也很丢人的 我都没有时间学习 你丢什么人哪 你们老师不也说了吗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考试的范围 妈 我想当演员 想演戏 不想接广告和硬广 你啊 就是懒 贪玩 你放心 妈妈作为你的经纪人呢 我保证一定努力想办法 给你接到大导演的戏 我女儿条件这么好 将来一定能成为大明星的 那我要当了大明星以后 可不随便拍广告了 那当然了 到时候一堆人在咱们家门口 排之队等着你拍呢 到时候拍不拍啊 全看我们大明星的心情了 好了 就送到这儿吧啊 回去上课吧 妈妈走了啊 妈 我今天晚上想吃生煎包 吃什么生煎包呀 过两天就要拍广告了 吃点沙拉就好了啊 可是我已经连着吃了好几天的 周口沙拉了 乖 我们大明星是要有毅力的 瞧瞧你的小脸 都快胖成生煎包了 还吃呢 吃点沙拉就行了 回去吧 妈妈走了啊 怎么会有这样的呢 这根本就是压榨孩子 不好好学习能有什么出息 主人那么多 上电视红的能有几个 做什么明星吗 可是他长得真的特别漂亮 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 你可别跟我去啊 对了 我上次跟你说 要请李尖尖他哥哥们吃饭的事 您能说了吗 我说了 他们说行 家里能培养出一个 考全年纪第一的孩子 父母对我多巧啊 其实我们做父母的 压根就没想 穿什么白色 不爱干净还是穿白色的 以后你自己洗 想买什么颜色都洗 黑色不适合你 这么年轻 要多穿点鲜亮的 穿什么黑色 服务员 请问这还有别的颜色吗 还有灰色跟粉色的 粉色吧 好 请稍等 你好 这件 还不错 那我看看 喜欢吗 还行吧 这一点啊 你跟你爸真是一模一样 从眼神到语气 一点逐渐都没有 说什么都是还行吧 还有别的款式 谢谢大姨 不用客气的不用客气的 不用客气的 妈 你点吧 这家店你常来 点吧 点什么呀 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 凌翘 你学习成绩那么好 又考了雅思 是准备出国留学吗 没有 雅思是老师建议我去考的 那学校给你推荐保送了吗 推荐了 不过不是我想去的学校 反正参加高考都是一样的 也是 以你的成绩 这到时候大学还不是随便选啊 你们这三兄妹真的是太优秀了 我听月亮说李健健 你那个木雕获奖的呀 太棒了 你是跟什么老师学的 我就是在那种雕刻论坛 贴吧里面 他们有好多大神都特别厉害 他们会上传一些教学视频 我就是在网上学的 网上学的 那你怎么想着要去参加比赛了呢 我没有想到啊 那就是我自己 叼的一个小玩意儿 我是给我哥玩的 然后我哥就拿去参加比赛了 你哥呀 我们家今天虽然学习成绩不好 但是很有艺术天分 如果有作品获奖的话 容易被特征 我们几个都商量好了 以后都去北京读大学了 但是我考不考得上厉害 艺术类的分数低 你肯定没问题 那贺子秋同学呢 你准备考什么大学 我呀 就是 文明大学或者 交通大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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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以后你毕业就去指挥交通 交通大学指挥交通啊 这也太大财小用了 是啊 我们月亮呢是想当律师 准备报考政法大学 这以后你们都离家挺远的 正好互相照顾照顾 可以点菜了吗 可以 要一个水煮肉 牛肋排 焦香茄子 你有什么推陷吗 那个 每次让你点菜 就这老三样 这么多人一块儿吃饭呢 你就不能先问问 人家有没有忌口 没有忌口 没有忌口 我们什么都吃的 这样去掉那个水煮肉 你们家的鱼今天新鲜吗 都是上午刚到的 那就换成水煮鱼吧 整条啊 我要看点鱼头 是 你们家的这位虾怎么样啊 您可以去水煮箱那边挑选 今天上午刚到的海鲜 行 那你带我去看一下吧 那你们先聊着 阿姨去点一下菜啊 好 我妈就这样要求比较高 我怎么不知道你想要当律师 我都不知道我想当律师 是我妈想让我当律师 幸亏咱们爸爸不干涉呀 胡说什么 别人请你吃饭 都堵不上你的嘴 这不是菜还没来呢 好 好 堵不满 刚才吃饭的时候 你一直看着那个贺子秋干什么 谁看他了呀 他就坐我对面 我还不能抬头了呀 我就随便问一句 你急什么呀 最近天天对着镜子账 不要太在意外表了 你要是像人凌霄一样 能考个全年级第一 走在夜里你都会发光 你笑也没发光 还顶嘴 你想什么妈都看得到 而且这是什么小心思呀 还蝴蝶结 行 快过去吧 晚上早点回家啊 注意安全 妈再见 来吧 人家的孩子 行了 到点了 拿上来吧 行 退下来了 你说啊 等这盐消了之后 把牙拔了嘛 这老反反复复的 也不是个事 那我明天能不去上学吗 没事 我再说 没事 我再说 烧死我了 疼死我吧 那包方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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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戅 你爸给你的 我爸 是啊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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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想做 贺子清 我抄了课堂比机 你弄 贺子清 贺子清 走 子秋 剛有人送了赤子來 說是你爸 豆子秋我們今天才知道 原來你爸不是你親爸呀 你小子可怎走運 你親爸看起來挺有錢啊 什麼時候任足歸宗了 可必須再請客啊 怕人呢 剛走 子秋你幹什麼 不是你們說話都不動腦子的嗎 學長賀子秋幹什麼去了 追他親爸去了 親爸 趙老闆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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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再出現在我面前吧 我是不會認你的 我跟你也打關係都沒有了 別再過份了 小子秋 走啊 你別再過份了 我怎麼會生你這麼穿個東西 你親爸來找你的事 你沒告訴你爸 你瘋了你拿我發什麼氣啊 我拿你當兄弟 你跟別人家看我笑話 我什麼都看你笑話了啊 行行行我錯了 我錯了好吧 你以後能不能別提這事了 不提就完了 他要找你爸去呢 他有什麼資格找我爸呀 行 那按照你的邏輯 他有什麼資格來找你 要是都講道理 世界上早沒有壞人了 他攻破不了你 保不住就找你們家去了 你還是跟你爸說一聲吧 沈他倒是被打得措措不及 再說吧 不提到了 不客人不客人不客人 完了 沒事了沒事 不客人不客人 不客人不客人啊 沒事啊 沒事沒事 快輕鬆 靜靜靜靜靜 靜靜靜 你快輕鬆 我要上座 靜靜 你五分鐘前剛去過 沒事 等一下 哪兒咬就不疼了 等一下 靜靜靜 李靜靜 哪位李靜靜 這邊 請到這邊 靜靜靜靜 上去我 來 生呼吸 對 生呼吸 好歹沒 沒事啊 哥不為走了 哥一直陪着你 走吧 走 没事啊 麻烦一点都不能 真的 你别人 走 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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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什么呢 没事 哥在呢 你哥对你可真好 不要那么紧张 一般越紧张就越害怕 没事 打了麻药就不会那么疼了 医生说了 一会儿就不疼了 好 那我们开始 来 张开嘴巴 好 如果有朋友 让你放下 你教我 现在时候是不是感觉好点啊 这两天可以吃冰淇淋 而且拔了就不会发炎 怎么了 怎么不说话呀 想什么呢 你以后当牙医就好了 我坐下医了 你就不怕了 怕 我真的很害怕 那个医生都拿锤子敲我 你别问我这个了 我不想回忆这个 周五的课堂笔记 还有你的课本 我也给你带回来了 这是周末的作业 我都那么惨了 你能不能不要再折磨我了 那不行 我作为班长接你的好朋友 我必须要监管你的作业 不用不用不用 你好 你今天怎么没去不习班啊 我逃课了 你妈要是知道你就死了 我不会 我奶奶生病了 她这两天都待在医院呢 没时间管我 和子秋呢 妈她去店里帮忙了 那俩玩吧 那个 和子秋 她还好吧 好啊 怎么了 陶亲爸不是来找他 他很生气啊 亲爸 他哪儿来什么亲爸 你在说什么 你们不知道吗 你说清楚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昨天中午 想要把笔记给他 就看他很生气地追了出去 他篮球队的同学说 是亲爸来找他 还请他们吃了很多东西 牙疼牙疼 他都没告诉你们吗 小哥 怎么了 是牙疼吗 秦明月来了呀 赵光光是不是找你了 他来家了 他人呢 他不是去学校找你了吗 你们怎么知道 秦明月都看见了 瞪什么瞪怎么回事 我不想搭理他 他找你几次 没几次 你为什么不说 我都已经说过了 我不想说我不想搭理他 有什么好说的 行了 你们俩别处在这儿跟门神似的 我还能弄菜 赫子俏 你别转移话题 他找你到底干什么 他想认回我被我拒绝了 我说你事怎么这么多呀 对不起 我以为 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 你以为的是吗 当我不说的时候 就意味着不想让别人知道 你是不是闲的呀 你要是觉得特别闲的话 你应该让你妈多给你帮俩培训班 瞧别人撒什么气啊 对不起 月亮 月亮 你那个 怎么回事 小哥说了 你别往心里去 我把你打开 你不是说了在家里吃饭吗 你别走呀 月亮 你去休息 不去找他 那哥你要把他带回来啊 他会知道 秦宏远 等一下 子秋就是说话不过脑子 你不要往心里去 没有 是我多嘴多舌了 你不就是关心他吗 我哪有资格关心他 我们又不是朋友 你没把他当朋友吗 没有 就是我好朋友的哥哥 他的脾气 就像路边的热烂猫一样 吃你手里的东西 不让抱 不高兴还咬你一口 经常是他惹了你 你还在生气 他又没事了 像我爸说的 他就是没神经 是我没神经 和子秋说得对 如果尖尖知道的话 他一定会告诉我的 都怪我 这件事明明是子秋做错了 你为什么总是喜欢 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对 确实是我做错了 我们平时看到朋友不开心 也会问你怎么了 这种程度的关心 算什么错 是这样吗 可是贺子交代真的很生气 别人生气了 就觉得是自己的错 秦明月 你很有问题 我真的什么都做不好 我真的很容易犯错 我给你个建议 如果下次觉得自己做错了事 或者你妈觉得你做错了 你先思考一下 这件事如果是别人做的话 算不算错 你再给自己排行 好 你真的很优秀 长得漂亮 性得好 学习也自尊 不让家长操心 你唯一需要改掉的一点 就是不自信 你要学会自己判断事情 不要轻易地因为别人的一句话 就去否定自己 怎么啦 怎么了 哥 漂亮呢 不然她先走了 她是哭着回去的吗 笑着回去的 怎么回事 赵华光要认她 她想的没 你怎么不和家人说一声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 这事有什么好说的呀 爸每天你去跟我忙 说这张心盘干什么 那到底跟不跟爸说 算了 他既然觉得这是他自己的事情 那他想说就说 不想说就算了 我又牙痛 走 回床上去 别再发烧了 你咋怎么办 你咋怎么办 没怎么 没怎么 爸 你做的这个肉末豆腐真好吃 来 你先去 来一个 哥 我想吃肉末豆腐 嗯 好吃 爸 你就能吃 哥 你多吃点肉 你自己多吃点 我现在不吃 多吃点肉 好 下一个吧 你不闹啊 你就让他们闹去 能闹几个月啊 到时候凌霄和子秋 到北京商大学 就剩咱们今天一个 省心了 小军 一日顶他们仨 每天把他送走了 我的真正身心 你也就说说 舍得呀 喂 开成 电话 我这站着手呢 看看谁 你没名字 陌生号 你帮我接一下 来 喂 您的 俺哪里的 我不是李太超 请问哪位啊 有辣椒 他来了 谁啊 不认识 他叫赵 赵 赵华光 赵华光是谁